財經點滴潘碧雲 閱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人家和你分享他的生活經驗和看法 好像偵探小說一樣 在每一個橋段都會有出人意表的發展 而且和實際生活又好像很近 但好像我這麼平凡的人 有這樣的經歷又匪夷所思 所以令到你在天天的太陽 都是一樣的日子裡有點綴 兼可以將生活空間擴覆 經常都有另一個空間的人同時 和你同步進行他們的異想天開生活 如果想了解更多其他人的經驗和想法 最好就是透過閱讀 在你被人影響的同時 亦因為不同思想的衝擊影響其他人 人就是這樣互動生活 亦因為更了解 所以更懂得尊重其他人的生活 當然今時今日 好多人都不想再多解釋 因為大家只懂得問為什麼 根本就是側詢側問 不是為了解溝通 看回舊的新聞片段 詳實主席李嘉誠在1985年 從兒禍手裡收購港燈 他說用了29億元現金 要在短時間內做這麼大筆融資 在當年的環境一點都不容易 事實也是 1983年中英展開談判 港人各個心裡一早已硬著硬著 想走的移民 移不到移民的 都想辦法送子女出去讀書 在當年人心飄搖的日子 買這麼大舊的公用資產 都是一個決定 當然人氣我取 賺了就自然有人問 為什麼不分些來洗 但忘記了當年 李嘉誠在這麼大的壓注下 他也付出了 現在一連不方一次聽他的金句 大概大家都以為自己的看法 一定是十拿九韻 不用再聽別人去分享他的意見 以為自己已經學滿詩了